我们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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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下降房 下降房 然后就突然下来 十秒钟的小鱼 然后就突然出现了 那个头发大毛啊 寒毛全部都出起来 然后手机发出 更牛滋滋的声音 就意识到不太对劲 我们就赶紧离开了 新疆吐鲁番的游客 在沙漠游玩 下山时突然头发树立 像一颗刺猬 既恐怖又好笑 上车离开好一阵子 头发才恢复正常 原来草原或沙漠上 人体会变成的最高点 容易有被闪电 击中的威胁不可轻忽 专家表示 一旦发生了这种现象 应该找个比较低的地方 双脚并拢蹲下 脚不能跨开 也不能走和跑 如果附近有车辆 应该尽速进入车内躲避 一旦发生这个情况 说明头顶的雷暴云 已经比较厉害了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闪电 最极端的情况下 人可能就被闪电击中了 镜头转到广东东莞 一处动物园寝的无人机表演 可能因为当天下雨 无人机受到干扰 表演到一半 机体下降 不是掉下来 然后无人机 他们是有编程还是什么的 然后他们可能下雨 那个程序那边 就有一点点问题吧 幸好无人机下降 没有碰伤客人 但是四川乐山 这辆轿车就没那么幸运 由于当地山洪爆发 驾驶想要强行离开 车开上了桥上侧翻 整辆车栽进了洪水中 幸好没有灭顶 附近又刚好有防洪人员 幸运获救 TVBS新闻李建伟 陈湘如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